一部分就是著重在實作 就可能程式還是要寫一下 最好是不要用C、C、C、V貼上 不然的話你真的還是會有問題 真的,因為如果你貼上之後 你把它delazer掉重打一下 因為每個地方都蠻重要的 那這樣的寫法 像上個禮拜寫的那個程式 其實你會發現蠻多都差不多 比如說不外乎有個回圈 回圈就是重複做 那做什麼事情呢 就把公式丟進去有沒有 所以不只在這個地方 以後你只要你的工作裡面 有需要就是說 大量的把某一些資料 從就是經常會做類似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比照辦理 類似的方法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樣格式化 這個有沒有 這個底色 Interior的color 這個什麼 以後你只要看到什麼color 你就要記得RGB 這個都還蠻重要的 那寫法你會發現不外乎就是也是一個回圈 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後頂多是加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if 這個條件 也就是那個 1的話指的是依然 裡面的資料是小於等於7的幫我找出來 然後幫我把它底色變成黃色有沒有 所以寫來寫去 其實這樣的架構還蠻常出現的 蠻好用的啦 我是覺得以後的話你會 假設你要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的話 這個是絕對有必要性的 否則的話 變成每天都要做一直做 同樣的那些輸入公式啦 或者是重複的事情 真的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最好是說你所有東西 都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自動可以產生你的報表 然後你要畫個視覺畫的圖表 你也可以馬上可以把它產生的畫 哇那這樣就可以省掉很多的力氣 等於是一個一整天的事情 真的都可以全部用VBA完成的 當然現在很多人 效率高的人 其實都在這樣做事情 那好處是說他其實說真的 真的做事的時間就變很少了 OK比如說同樣的工作內容好了 會寫程式的人 你說他能花多少時間 他可能比較累的地方是說他剛開始 需要去思考 每一個你的工作流程 裡面的程式 動作要怎麼把它轉成程式 這一件事 花的時間比較 但是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就簡單了 因為後面就是 都全部可以把它變成程式自動化了 OK 那將來 如果更進一步 甚至可以結合AI的話 哇那更厲害了 像ChartyV本身就是一個 AI的一個應用 OK 所以 至於將來會怎麼演變 我是覺得 盡量如果你可以跟得上 那當然 自然而然以後 我覺得你會在工作上面 第一個效率提高 第二個的話工作應該會比較愜意一點點 甚至會不會慢慢就會更 更喜歡工作的感覺 然後呢 慢慢的話 因為工作專業技能提升 老闆也會幫你加薪 如果老闆不幫你加薪的話 你就跳槽 對 OK 真的 很多同學說 那個 老師我到底要跳槽 還是要 還是要 就是 跟那個主管 那個要求要加薪 不過啦 以一般看起來好像真的跳槽會加比較快 對 因為如果同一公司 他給你加多少 加個一千兩千 感覺沒什麼感覺 對 但是你一跳槽有沒有 那可能就不一樣 不過前提是你技能要增加一個項目 好 比如說你本來不會寫程式的 有沒有 不會以Sale的 那你以Sale的話 你可能就是多增加那個技能 甚至你也會寫VBA啦 那寫的又很厲害 甚至你會用CharGPT 真的CharGPT現在可以說嘴 可以 可以讓人家覺得 哇 眼睛一亮 你會 或者是你可以說AI也可以啦 我會用 我會用AI哦 或者你這個名詞叫 深層式AI 深層式AI 現在最厲害就是CharGPT 那深層式AI不是只有CharGPT 還有很多其他的應用 包含就是說 他除了可以幫你寫程式之外 像有一些是可以幫你 幫你什麼 產生圖檔的 比如說以前你要做個圖 你要找一個美工 他幫你跟他講概念 可是現在不用哦 你自己就可以產生一個圖哦 有沒有 可以敘述之後 他幫你把圖變出來 OK 那也有類似的應用啦 只是那個 那個AI之前不用錢 我發現現在Login好像都要花錢 他好像就是要付費了 那還有什麼 自己幫你做詞做曲 有沒有 像那個音樂好了 以前如果你要做作曲 其實要蠻專業的 但是突然間好像感覺變簡單了 他還有其他應用啦 比如說寫劇本啊 寫小說啦 等等的 好像以前需要很花時間才能學會的一些東西 突然間好像變簡單了一點啦 但也不是完全都不用學習啦 不過可想而知 這個東西才出來沒多久 就已經有這種爆炸性的這種 這個變化 那其實將來當然就可以 好 那將來的話 我們來把剛剛那一題講完好了 OK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們那個觀看次數 似乎有一些些 比之前還少一點點的感覺 所以看得出來 因為最近你們應該工作比較忙碌 回去應該 還是還是太難沒有複習還怎麼樣 OK 不過很正常啦 因為我發現 學這個東西 真的還是很容易慢慢就會鬆懈了 尤其是下班之後很累啊 算了算了算了 就放了 又隔一個禮拜又來上課 好像老師剛剛講了什麼 好像都忘光了 老師你有講過這東西嗎 應該有印象吧 OK 那需要花時間 好 那再來的話前期名這個怎麼做 剛剛講這個K有沒有 尤其是這一個前期名 那如果你要按照那個 名次來這個輸出的話 那主要還是這個K啦 K的話就不是等於2了 那K等於多少 這個K等於2可以刪掉 K的話也不用K加1了 那K在哪裡呢 K就把它放上面 K等於什麼呢 K等於找到那個名次 那個名次在哪一欄呢 在一欄 所以其實喔 敘述的方法就是內一列的一欄 內一列的一欄的話就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內一列的一欄 這個 把它複製貼上過來 那因為呢 它的這個 這個 它的名次有沒有 所以喔 等於就是說 我把這個7有沒有 放到這裡 所以K現在等於7 可是不對啊 我應該放 如果 因為這個有藍位名字 所以變成要讓它下一列嘛 所以就是再把它怎麼樣 再加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程式 就寫完了 K還是存在 只是說那個K用來做什麼呢 把它找到的名次 讓它加1就可以了 OK 所以7 那就是8 意思就是在第8列的位置 所以 它會放在F8的位置 OK 所以這樣就寫完了 有沒有 應該是算最簡單的啦 那因為我比較早之前寫的 我想的太複雜了 就是 這個是我剛剛寫的這個 第5頁的地方 這邊是剛剛寫的這個方法 那我原來寫的在這裡啦 就是 我是加一個回圈 那 這個回圈的話 變成說 我原來寫的是 我產生一個J的變數 它裡面是放1到7的名次 那它當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呢 我就去找第一名 有沒有 J第一次進來 它就是1 所以找到1的名次把它放過來 有沒有 然後這個isit4就是說 如果找到的話 不會有第二個第一名了 所以isit4就是不要再找了 OK 不會有再同樣的東西了 那你就是後面加一個isit4 如果假如還會有的話 你就不能加isit4 因為isit4的話 離開就不會再去往下找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一次類推 這樣也可以把那個什麼 1到7 1到7名按照順序放 可是啦 如果兩個比起來的話 哪個簡單 當然這簡單多了嘛 下面這個寫法的話 變成還要再多一個回圈 OK 所以喔 會變得比較複雜 OK 其實 當然最好是兩個都會寫 是最好啦 如果兩個都會寫 那比較 因為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將來 剛好它的那個 儲存歌裡面沒有那麼好 剛好就是把那個名次加1就好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上面那個方法就行不通了 那行不通的話 你只能選下面的方法 OK 變要兩個回圈 所以可以試試看喔 要不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方法 要不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 再加一個回圈 上去看看 而且改的方法 我們來先執行這個好了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那34的話應該就第一名 21就第二名 驗證一下好了 34 34在這裡 第一名沒錯 然後再來就21 21是第二名 沒錯 有沒有 所以它基本上 就按照順序放了 欸 這樣感覺還蠻好的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有大量資料 你要按照順序排列的話 哇 它就乖乖的幫你放在 應該放的位置上面 OK 好 這個地方呢 給各位參考了 那另外一種寫法是 如果你不用這個寫法 Ctrl D一下 我把它復原一下 那那個寫法的話 難度就高一點 那首先當然你必須要先 寫一個那個 4J的回圈 那寫的方法 我是這樣的 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要把一個回圈 放到另外回圈裡面去的話 那你要先把一個回圈先寫好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所以我是這樣 4 因為我要產生是 1到7 1到7號對不對 所以1到7 的名次 那所以先幫我找第一名 再幫我找第二名 NAS這個打一下 打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剛剛的 外面 這個裡面的回圈有沒有 放到裡面去 我習慣用拖拉的 放進去 那因為4跟NAS 哇 它這樣子 同樣東西在同一階層 看起來很亂 所以理論上 我習慣會把 這一個 按一個TAB鍵 讓它往裡面說 有沒有 然後呢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要找的是第幾名的話 那條件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要改成什麼 因為是 如果排名 所以排名是這個 等於J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就不是小於等於J 而是等於J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就幫我把這個放進去 啊 程式改完 你說老師要不要加一個AZ4 其實你不加也沒關係 它頂多就是多跑而已啦 但是因為現在電腦都跑太快 所以根本毫無感覺 假設我沒有加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是第二種寫法 雲端上也有啦 那我把它跑跑看好了 所以 我先讓F8好了 可以一樣等於2 所以J這個時候是等於多少 等於1 有沒有 然後 意思是說 幫我找1啦 所以 找完之後 我這邊剩一個中斷點好了 先幫我把1找出來放進去 有沒有 等一下 跑太快了 應該中斷在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讓它跑一下 好 這個停下來對不對 那先幫我找1 現在J等於1嘛 找完之後先出出一個 停下來 有沒有 34號 那意思是說 J現在等於1嘛 那如果 跑過1遍之後 追1遍2 意思是說 找第2名 有沒有 再找第2名 再找第3名 有沒有 意思是1推 這邊中斷拿掉了 全部跑完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你說哪一個好 反正寫得出來都好 其實再來看說 哪一個程式 比較邏輯簡單 因為像剛剛是 一個回圈 這個是 兩個回圈 光看你就覺得 剛剛那個簡單太多 因為我發現 尤其初學者 看一個回圈 就已經 快要 怎麼講 飽和了 更不要說 第二個回圈 OK 可是啦 如果你將來 兩個回圈 你也可以 把程式寫出來 沒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表示 你以後 可以做更複雜的運算 不然的話 以後 如果更複雜的資料 給你的話 我看你可能會 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後還是選擇 用老方法 就是土法煉鋼 對 那當然 相效之下 是效率差了太多太多了 所以像我以前 我寧可花時間 在想程式怎麼寫 因為想完之後 找到答案之後的話 當然就一勞永逸了 OK 所以 這個 取捨啦 當然我是建議 既然你學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好好學 這個 其實有個地方 我多 我多做 就是叫 exit 如果你回圈 找到了 不想繼續的話 就講 exit 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是 找到了 不要再找 不過 現在你現在跑了 其實基本上感覺不出來 因為 相差可能 一萬分之一秒的差距 因為現在 GPU都跑太快 啪啪一下OK了 完全毫無感覺 不加也沒關係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寫的那段程式 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方法一跟方法二 這個也許都可以給各位參考 在第五頁的地方 那改哪些地方呢 我也有把它用那個黃色的底色 把它mark起來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就盡量 兩個方法 兩種程式呢 都試著把它打打看 然後 亂亂看 如果都亂得出來 沒有錯誤的話 那恭喜你 你應該以後寫更複雜的程式呢 應該也就沒問題了 OK 沒有 以前我 我看到比較好的案例 就是真的 就是慢慢把這個東西學 學得非常的透徹 所以發現他 他跟我講說 他工作真的滿輕鬆的 然後我說那你多出時間幹嘛 他每天都要練功 他每天都要一直寫程式 寫程式 所以他幾乎把所有的VBA程式都 練得廣播 但是那個年代 以前是沒有TrialGBT 如果現在還有TrialGBT的話 那我想他應該可以寫更多的東西了 而且TrialGBT不是只能針對VBA喔 他如果其他語言 像現在跟AI比較有關聯性的語言 就是那個Python 隨便他可以把VBA改成Python 請幫我寫一個什麼什麼的Python程式 他也可以把它變出來 每天 我看他 他 說他時間滿多的 每天都可以練功 而且每天一定都可以準時下班 那時間 就會很愜意 但後來發現 像時間變太多了 實在有點無聊 所以他就想說 他是不是應該跳槽 所以他於是他偷偷的 就是把他語言式的那個 又打開 語言又打開 OK 然後 後來發現其實這樣也 慢慢好像他的 發展其實也就 機會也越多啦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